你找我 我查到了關於我母親杭雪 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當年久後亂姓 搶奸了我的母親 事後你還不肯娶她 願意娶我嗎 你配嗎 導致她未婚鮮孕 背負著各種流言蜚語 最後逼死了她 你 你 你究竟要幹什麼呀你 這是花 是給你準備哮喘的花 向你鎖命來了 小雪 對不起 是我害了你 如果老爹可以給我 再來一次的機會 我一定會拋棄 我錯了 去年八夜 我國首位新年特區在深圳特區 正標示著我們國家以外 深圳特區 1980 我重生了 小雪 老爹 騰雪 真的是你啊 放開我 昨天晚上喝多酒對我做出那種事情 你現在還要發瘋嗎 騰雪 人生從來一次 我一定不會再犯當年的錯誤 畜生 當著文村之書的面 你還敢欺負小雪 姐 你也還活著 別叫我姐 你個畜生 師父還沒醒酒 你看我不拿棍子打死 你怎麼能幹出這種事情來 咱家的臉都被你丢光了 你 人家唐雪是親生插隊來的女子青 嫁個月就拿反程名額回去 說你喝了點小酒就把人家給點污了 豐叔 我做錯事我認了 你放心 我一定會對小雪 負責到底的 負責到底 我告訴你 小心唐雪 告訴你 你就得叛鄉 就得坐牢 坐牢 小雪 我們爹娘走得早 小雪是我一手拉扯大的 你能不能不要告小雪 現在 只有一個辦法能救李毅了 那就是 讓她娶了唐雪 但是 還得看唐雪願不願意 小雪 對不起 我 你願意娶我嗎 我願意娶你 不行 我反對這麼婚事 許鴻 你不在執勤點 來這幹什麼 唐雪可是我們執勤點的優秀執勤 他欺負唐雪的事已經傳遍了 我是代表所有執勤來的 別胡鬧 你是要李毅助勞嗎 他做不做勞我可不 但是豐叔 我得提醒你一點 根據上面的政策 如果執勤在當地結婚了的話 就不能阿白反抗 唐雪 難道 你想像李毅一樣 一輩子爛在這窮山溝溝裡嗎 你笑什麼 我笑啊 你口中的窮山溝溝在我眼裡 可遍地是黃金 唐雪嫁給我 真是越來越幸福 笑我 你一個沒爹沒媽的臭流氓 連彩禮錢都拿不出來 你聽什麼 你 想幹什麼 再怎麼樣也不能打人 我要是再聽到 從你口中說出這種話 我打得你反成 連你媽都不認識你 如果李毅想吃糖雪 就必須準備五百塊錢禮金 豐叔 城裡的產業工人一個月都只有二十幾塊 我們家怎麼能拿得出五百塊啊 爹娘去世前就把你姐弟倆托付給我 如果拿不出來 我這兒還有點 畢竟人湯雪是知青 要是不把人家瘋瘋光光地嫁給他 以後人在春里人面前怎麼能抬起頭 可是 這彩禮我同意了 而且除了這些彩禮 我還要為小雪 製版三轉一 李毅 你瘋了吧 三轉一箱可是最高配置的物件 先不說手錶 縫紉機和收印機 光是自行車就要一百二十塊 還得拼票購買 你拿什麼買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 那我就等著看你笑話 小翼 要不我找你姐夫借點 她說不定 放心吧姐 我自有辦法 小雪 你別想太多了 小翼雖然不著調 我砸鍋賣鐵 也會讓你瘋光一下進我們李家 姐 別擔心了 我明天啊 就弄幾鍋涼皮 去縣里去賣去 保證賺個大的 你瘋了 這可是投機倒把 被逮到是要坐牢的 不過 這能賺到錢嗎 放心吧 一定賺 良皮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啊 大家快來嚐一嚐啊 石頭 咋了 李翼 你啥意思啊 捅了那麼大爐子 還有點出來擺攤 兄弟們願意叫你一聲異歌 那是看你講義氣 這事做的 也太不利道了吧 我做了什麼事啊 你老實說 你是不是把小雪姐 你睡了 我 你也真不是人的 當年我姐落水的時候就是小雪姐救的 今天我說什麼要讓你去跟她認罪 走 石頭 石頭我知道唐雪對你有恨 但是你放心 我會對她負責的 而且 我要 我要取唐雪為妻 風風光光的取 至少一千塊錢 一千塊錢 村裡面人 蓋個幾年累死累活的也不一定賺到一千塊錢 這樣 我們來打個賭 我要是一天之內能賺個十塊錢 你就答應幫我個忙 行 但是你要是賺不到 可別怪兄弟翻臉不認人 沒問題 來吧 看好了啊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啊 正宗的琴省良皮 不好是不要錢啊 不好是不要錢 什麼玩意 我早就說過 你賣這麼貴怎麼可能會有人賣 我現在就把兄弟們叫過來 帶你去跟小雪姐認錯 誒誒誒 小伙子 這個是什麼吃食啊 這種美食叫良皮 是琴省最有名最經典的 夏季傑暑的特色小吃 怎麼賣的 三毛錢 外加二兩糧票 這麼貴 走走走走 不好吃的話 我不收你們錢 慢用啊 誒 小伙子行啊 做這兩皮啊 至少得一斤白麵 再加上各種調料 三毛錢真的不會 誒 來來來來來 走 走走 走走 誒哥 這把這把這把 怎麼可能賣出去 感動異哥 走開走開 今天有我在我看誰感動異哥 石頭 又咋了 我以為你沒良皮被人打 良皮呢 賣完了 這麼快都賣完了 對呀 還想吃一碗 真的是 這裡是十八塊三毛錢 來 看見這個蘑菇了嗎 咱們後山有很多 你呀 帶幾個兄弟們 一起採蘑菇 哎呀 你採這玩意干嘛呀 有用 你就別問了 小伙子不好了 螃蟹出事了 什麼 小雪 發生了什麼 小雪姐 是誰欺負了你 說你們把你出氣 是許紅 為什麼要砸小雪的宿舍 我之前拿到了反称名額 如果跟你結婚 就不能回去 要把名額讓出去 所以他就搶了你的名額 極有此理 許紅這個王八蛋 聽什麼瞧你的名額 還說了很多難聽的話 她說了什麼 這 你說呀姐 姐 都到什麼時候了 又什麼不能說的 她說我為人放蕩不檢點 說我大姑娘家 往別人被窝裡轉 跟別人搞破鞋 應該拉出去游街 家母姐真是滿嘴喷糞 一哥 你能忍 兄弟們忍不了 走 壞了 小姨是個愣童青 要是沒人攔着她 准得見血 你們說 我到底哪裡比不過李 寧願跟她個二六子 也不選擇我 霸佔的反称名額不讓出來 許紅呢 誰 誰找我 憑什麼打人 還有沒有魔法了 把我們執行到外地人 好欺負是嗎 行 我打完 給你們 陳太盛 幹他 我看誰幹多少 想張警員都欺負人少嗎 我告訴你 返鄉的事情想都不要想 如果再讓我發現 你在背後叫我媳婦蛇根 我撕了你的嘴 嘿 唐雪都還沒嫁給你 算什麼你跟她說什麼話 射死她 住手 李 還不松手 說吧 被什麼打人 松手 她欺負我媳婦 還辱貌我媳婦是破鞋 你說 我該不會替她做主 欺負你媳婦 你有媳婦嗎 小雪就是我媳婦 一哥沒做錯 許紅不僅想搶小雪姐的回誠名額 還說了一堆惡毒的話 誰能忍呢 你們憑什麼知道我 我說她有什麼毛病嗎 她唐雪 一個公演家家的 跟二六的鑽床單 不是破鞋盜夫是什麼 就算我和小雪有過界行為 那也是我的問題 小雪她溫柔善良樂於助人 憑什麼樣你們心裡沒受嗎 就算返程的名額小雪不要 這麼多知情讚 憑什麼讓給你啊 徐之星 這事你不對 向唐之星推理道歉 我有什麼錯 我憑什麼道歉 豐叔 這種人就是欠答 快住手 你要不認錯 說得用不下你 對不起 跟我道什麼歉 跟我媳婦道歉 道歉 對不起 李懿 算了 我們走吧 我告訴你們所有人 一個星期之後 我回來吃清典 跟唐雪提親 你們要是再敢欺負唐雪 打斷她的腿 趕緊 趕緊跟我走 這麵 不是咱們這兒的吃屎吧 屬於秦省特色 又是秦省 你老是和我說 是不是早就盯上小雪了 啥意思 你還裝 小雪老家就是秦省的 這涼皮和油泼面 都是秦省特色 你敢說 你學的這些秦省美食 不是為了小雪 我 我 梅姐 我吃飽了 我先回知情點了 姐 我也先走了啊 同志您好 你好 兩位嗎 我們不是吃飯的 我們找一下劉所長 你們找所長什麼事啊 我和你們劉所長約好了 要把這批蘑菇賣給他 麻煩你通知一下 好的稍等 劉所長 有人找你 同志您好 是國營招待所的所長 聽說你是來賣蘑菇的 我先看看貨 好 你這蘑菇橙色不錯 顯然是經過精挑細選的 嗯 我給你七毛一斤 以後 你們要是還有這樣品質 的蘑菇 我都要了 一哥 我不會是在做夢吧 賣個蘑菇就能賺幾百塊 好了 今天還要去知情點提親 快回去吧 一哥 那是不是躺了個人呢 走 同志 同志 醒醒 同志醒醒 石頭 趕緊把人送到醫院去 我要去提親 一哥 我先去了 好 嗯 憲委書記王建國 這人啥意思呀 他不是說要提親嗎 這麼晚了還不來 他啊就是放鴿子了 這麼晚了還沒來 顯然是不來了 這堂血丟人 可就丟大了 這就是女人不守富道的下場 是沒有人看得起的 就是 婚前思真 就算是嫁過去 也不會幸福的 你們閉嘴 好歹都是知識分子 你們就這麼變派小雪嗎 我們說的又沒有錯啊 來了 他來了 今天不是李懿定親嗎 都盯著我幹嘛呀 還不是啊 李懿沒來 我就知道 哎 小雪 我早就跟你說過 那李懿啊 不學無術 有手好心 之前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說向你定親 其實啊 就是撒謊騙人 你胡說 我弟就算平時不著調了一點 但是他絕對不會在這件事情上胡鬧 是嗎 那他怎麼還沒來 要我說 他就是在騙人 小雪別急 小一肯定會來 他真的會來嗎 別等了 我今天啊 看見他跟村里的石頭去了縣里 絕對是去鬼混了 我弟是去縣里賺錢了 他不是去鬼混 真的 他一個大字不識的耳溜子 你告訴我 他拿什麼掙錢 我拿什麼賺錢 跟你有什麼關係 告訴我他拿什麼掙錢 我拿什麼掙錢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才來啊 姐 陸少爺耳搭擱了 小雪 等著急的嗎 慢著 玉紅 你又想搞什麼 連定親最基本的規矩都不知道嗎 彩禮呢 這 糟了 石頭送我建國去醫院時 把羅車上的彩禮一起帶走吧 連彩禮都拿不出來 你好意思說要和唐雪定親 你胡說什麼 我彩禮已經在路上了 還在叫 我看你啊 根本就不是誠心想娶唐雪 誰說我弟沒有準備彩禮 都在我這呢 十幾塊 這也叫彩禮 啊 對 他李懿一個 只知道科夢拐騙的該溜子 他怎麼可能 能拿出五百塊錢呢 就算李懿沒有彩禮 我也願意嫁給他 小雪 你說我們一起下鄉這麼多年 他就拿出這點錢 我都去你丟人 實在不行 還是嫁給洪哥吧 洪哥的彩禮 那肯定是比李懿豐厚多了 對呀 像李懿那種 拿不出彩禮的男人 就不值得你嫁 誰說一個拿不出彩禮 未允許唐志欣過門 一個願意出彩禮五百元 一票面票 郵票各兩斤 三串一響 縫紊機收音機 手錶自行車 此外 這車 都是一哥的彩禮 我 唐志欣 我是村通投的媒婆 我今天是幫李嘉向你提新來了 你們兩個雖然是自由戀愛 但是該給的彩禮呀 一點都不會少 除了之前說的 這裡還有棉布兩尺 花布兩尺 帶花的糖瓷 臉噴兩個 毛巾兩條 香皂兩條 牙膏兩條 紅糖 等等等等 哇 這麼多呀 小一 你不是在跟姐開玩笑吧 這些都是哪來的 姐 這些都是我一個禮拜正的 這不可能 他李懿一窮二白 連個工作都沒有 憑什麼能弄到這麼多彩禮 哼 一哥的本事大著了 隨便賣個蘑菇就能賺幾十塊呢 賣蘑菇 小雪 這些 都是提親時的禮物 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再給你起一座大房子 不用了 沒有大房子也可以的 放心吧 說的說的 那這親就這麼定了 等看好日子 你們兩個就可以結婚了 祝你們夫妻兩個夫妻恩愛 永捷同心 早生貴子白偷偕老 好 李懿 你又犯什麼事了 幹部們讓我抓你去公事呢 李懿 說吧 你小子又犯什麼事了 公事那些幹部 為什麼要調查你的情況 甚至因為這事還給你開了一場大會 叔 你說啥呢 一哥怎麼會犯事呢 小一 李懿 你要是真犯了事 解代你去自首 爭取寬大處理 可不能藏著掖著 一旦被查出來 後果不堪設想啊 李懿 會不會是你擺攤的事啊 什麼 擺攤 我在縣裡的豬電廠門口 擺地攤啊 賣涼皮嘛 還做這種事 你知不知道這件偷雞刀把 難怪公事那些人找你 我說 多虑了 我要是真偷雞刀把 那工商和公安的人不早就把我給抓走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有人把你跟小雪姐的事傳出去了 這種作為問題是要被嚴惩的呀 我和唐雪那是自由戀愛 而且已經訂婚了 馬上就要結婚了 有什麼問題嗎 可你是先欺負了小雪才有了後面的事 不行 我這就帶你去認錯 哎等等 要是我說 我早就喜歡上了李懿 會不會就不會被嚴惩啊 人家會調查清楚的 這事你們不用說了 那我一起去 我把東西先放棄吧 我把東西先放棄吧 也是給小雪的彩禮 這不是我綱筆 這工作證可是縣長的 就連這支綱筆也是他老人家的 什麼 小易 你怎麼會有縣長的工作證和綱筆 這是我在路上撿的 撿的 李懿 這到底是從哪來的 剛才我在路上救了一個人 救人的時候就在路上撿的 縣長這支綱筆可是幾十塊呀 李懿 你說實話 是不是偷的 我不是啊 我只是我 好啊李懿 我說你怎麼拿得出這麼多彩禮 原來你都是偷來的 姐 你也不相信我 賣良品能挣多少錢 你一個星期就湊夠了那麼多彩禮 不是偷了 是怎麼弄的 你說你幹的這些什麼事 就算是沒有錢 咱也不能去縣長家偷啊 我沒偷 這真是我在救人的路上撿的 而且正因為救這個人 我才耽誤了來提親啊 李懿 做錯事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認錯 拿偷來的錢買了彩禮 還是退了吧 我不要了 小雪 我真的沒騙你啊 石頭快幫我解釋啊 我做證 我必須做證 一個真的沒有偷東西啊 石頭從小什麼都聽你的 他當然幫你說話了 李懿 走 跟我去自首 我爭取讓我們隊伍分擦處理 黃隊長 你怎麼來了 不知道哪位是李懿同志 不知道哪位是李懿同志 您是不是找錯人了 隔壁村也有個叫李懿的 我弟他什麼都沒做 你不要抓他去治安隊啊 是啊 黃隊長 我們這個一哥可是好人啊 黃隊長 李懿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 這工作證和綱比 就是在他身上掉下來的 還真是你啊 黃隊長不用你親自動手 我這就帶李懿去一門治安隊 哎 風叔 你誤會了 李懿同志 為了感謝你 我代表縣委縣政府授予你 建議勇為積極分子的榮譽稱號 並獎勵現金兩百元 建議勇為 我沒聽錯吧 原來李懿剛才說的都是真的 哎 我跟你們講過幾百遍了 那一哥怎麼可能是壞人呢 我父親就是這支鋼筆的主人 之前在公銷社外救病復發 多虧了李懿同志 和石頭同志的仗義出手 這才保住了我父親的性命 舉手之勞罢了 我相信 但凡是個有良知的人 他都不會效忠方官的 所以公會幹部找李懿是因為這事啊 唉 我還差點誤會了李懿 沒錯 因為等不到 我就親自來了 李懿同志 以後要有什麼麻煩 可以到隊裡來找我 隊裡還有事 我就不留了 等等 王隊長 你最近 恐怕就血光之災啊 血光之災 李懿 你又胡說什麼 小翼 你可不能亂說話 人家王隊長剛給你授予了 建議勇為的榮譽證書 如果沒記錯的話 王安民就是自己在招呼同費行動中 犧牲的戰隊隊長 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的血光之災 是胡說的 但是 但是你幫我個忙行嗎 好 李懿同志 你剛才說血光之災啊 還真的是嚇到我了 有算直說 這門硬幣啊 你啊 就放在這個兜裡 啊 千萬別拿出來啊 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 最近治安隊要配合縣里的特殊行動 我就不留了 王隊長慢走啊 一哥 你差點嚇死我了 幸虧是虛擒一場 那我帶兄弟們去 踩門過去了 去吧 李懿 以前你做的蠢事 都是村里給你兜的底 以後可不能再胡鬧了 知道了風說啊 這兩百塊錢 姐就先幫你收著 到時候你跟小雪結婚 還要花不少錢呢 放心吧姐 以後掙錢的事 交給我了 李懿賣個蘑菇 只能掙幾十塊 他能掙 我也能掙 同志 我們這裡十一點以後才會營業 同志你好 我 我不是來吃飯的 我就是想問一下 你們這收蘑菇嗎 收 品質好的話一斤六七毛 品質不好就三四毛 好 明天啊 明天我就送一瓶過來啊 現在通知個事情 咱們招待所的蘑菇供應 已經足夠了 以後除了李懿兄弟外 再有人來賣山貨 一律不收了 好 小雪 我一定會 讓你風風光光的嫁給我 讓村里面說些話的人都知道 你沒有嫁錯人 真是有了 真是有了媳婦 忘了姐姐啊 哦 對了姐 你這麼久 不回婆家 我姐夫她們不會怪你吧 沒事你別擔心姐 你不是還要去賣蘑菇嗎 好了好了 趕緊走吧 姐那我先去了啊 小雪我先去賣蘑菇了啊 小雪 你跟我說實話 你是怎麼想的 什麼怎麼想的 之前一聽到小易有事 你就那麼急 我記得之前 你可不是這樣子的 是嗎 而且不只是你 小易的變化也太大了 自從你倆定親以後 她不僅人變得聰明勤快 還走上了正道 可能是有別的原因吧 哟 我還不知道她 要我說呀 肯定是因為你 以前她從不做飯 現在為了逃你開心 又是做涼皮 又是做油破面的 說不定那臭小子 早就看上你了 哎呀 梅姐 別說了 哎 同志 同志 我們這裡不賣早點 同志 我不是來吃飯的 我是來給你們送蘑菇的 不好意思啊 我們這裡現在不收蘑菇了 不收了 不是 昨天不是還好好的嗎 怎麼突然就不收了 李懿同志 你來啦 蘑菇我來撐吧 哎 班長 憑什麼燙了蘑菇 你們就收 我的就不收啊 同志 收誰的蘑菇怎麼收 是我們招待所的事情 請不要胡搅瞞纏 哎 昨天分明是你跟我說的收蘑菇 我才花錢叫人去采的 結果現在你說不收了 憑什麼呀 徐鴻 人家不收你的蘑菇 自然有人家的道理 我知道了 是你 是你不讓招待所收我的蘑菇 可我有什麼關係啊 你就是想吃毒食呗 這樣是什麼呢 怎麼鬧哄哄的 主任 主任 這位同志過來賣蘑菇 一聽咱們不收蘑菇了 他就不高興了 你先去忙吧 是這樣的同志 我們招待所所選用的蘑菇 已經足夠消耗的了 所以 你還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你們怎麼能這樣呢 同樣的蘑菇他的你們就收 我的就不收 劉索 算了吧 把他的蘑菇也收下吧 反正我今天帶的也不多 嗯 好吧 那你今天帶了多少蘑菇 我先看看質量 如果過得去的話 我們就收了 但僅此一回下不為例啊 用蛇皮帶著蘑菇 同志 你這蘑菇質量不行啊 我們不能收 怎麼就不行 你們怎麼說話不算數 收不收又不收了 你自己看嘛 你看 你這蘑菇都碎了 我們能收嗎 那蘑菇吃的時候不就是要剁碎嗎 又不影響食用 你們在吵什麼呢 李毅同志 我專門去你家找你 你姐說你在這兒還真是 我來給招待所送蘑菇啊 這位是 知情點的许鴻 李居然認識治安隊的王隊長 剛才發生什麼了 我們在這兒收蘑菇嘛 他就在這兒胡搅蠻蝉 非要劉所長收下他的蘑菇 還說我直指劉所長不收他的蘑菇 岂有此理 你是要搶擺搶擺嗎 不是王隊長 我冤枉啊 是他們招待所收蘑菇 現在又不收了 還說我的蘑菇有問題 這不是擺明欺負人嗎 劉所長 還有這種事 王隊長 您別聽他瞎說 您自己看 李毅兄弟的蘑菇 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 而且一看就是經過處理的 一看他的蘑菇 不是太老就是太小 不緊張 而且還碎了 我們不能要 確實如此 許洪 你要再敢胡搅蠻談 我就把你帶回自然隊 李毅 肯定是你和招待所串通好了 你等著 我不會放過你的 劉所長 我跟李毅同志還有些事情要談 好的 李毅同志 來 這邊請 李毅同志 你可真是神奇妙算了 要不是你的這枚硬幣 我可真就有危險了 你是不知道 那個漢菇當時就站在我的面前 他掏槍的時候 那個情況有多危險 沒事就好 王隊長 不過 你是怎麼知道我會有危險的 我學過一段時間的風水像樹 那天就看你印堂發黑 才知道你有血光之灾 這也太神了 能幫到你就行 以後有什麼其他的事 隨時都可以來找我 那個 這個事情本不該跟你說 最近縣裡有很多孩子失蹤 這案對難逃其咎 你看 爸 最近破了一個二十年前的孩子保家案 聽說 那幾個王匪把自己偽裝成礦工 把孩子放在青山縣東南角的一個礦洞裡邊 直到現在這個案子才破案 你什麼時候關西西西文來了 爸 你也一直不告訴我親生母親是誰 那萬一我就是那礦洞裡邊的孩子呢 別胡說 王隊長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你啊 立在東南 東南 沒錯 如果你信我的話 就照這個方向深挖 一定有你要找的東西 東南方向就只有一個狂屈 我知道了 我還有案子 我先走了 回來了 回來了 雪虹 你不是給我們拿錢回來了嗎 這蘑菇怎麼又拿回來了 對呀 這蘑菇又不能保存 趕緊拿去賣了呀 我 我沒賣掉 沒賣掉 我們可是聽 聽說你在那小子 每天往縣城送 好幾百斤的蘑菇 你卻連一斤都沒賣掉 對呀 這蘑菇 可是我們一天的成果 你必須給我們一個交代 都是李懿 就是李懿 跟招待手說 不收我們的蘑菇 還說我們的蘑菇不合格 原來是他呀 李家那個二流子 真是壞到極點了 他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啊 就是 憑什麼呀 他賣他的 我賣我的 憑什麼國營飯店不收咱們的呀 對呀 他不僅賣蘑菇 他賣涼皮呢 他的屬於投機倒把 咱們要到公社去 舉報他 放心 我在回來的路上 已經去張安隊舉報他了 小雪 你怎麼來了 我來給你送飯呀 每天吃涼皮怎麼吃得飽啊 謝謝媳婦 我們接到舉報啊 有人說你投機倒把 什麼 投機倒把 同志 這會很嚴重嗎 通常情況下 是沒受違法所得 最多也就關上一段時間 大概率是不會被判刑的 坐這個多久了 十來天吧 十來天還好 要是時間長了 那就真的有可能會被判刑的 只要不坐牢就好 小雪 坐滿面而已 放心 沒事 你先回家等我 行 那我去找冯叔 他一定有辦法幫你的 好 你說你年輕輕輕的幹啥不行 非要投機倒把 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 知道啊 但是缺錢啊 缺錢也不是你違法的理由 照你這麼說 人人都缺錢 那是不是大家都去違法 那可不行啊 哎 不過我這是做買賣 上面不是說了嗎 要恢復個體經濟 你小子倒是知道的不少 但是這項政策 目前還沒有落實到縣裡 你現在這樣做就是違法的 行了 和我們去對立吧 哎 錢你們可以沒收 但我仍不能跟你們走 我可不想讓我家人擔心 神話告訴你吧 本來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想管的 但是一直有人在舉報你 還專門到局裡監督這事兒 所以我們不得不拘留你 肯定是徐宏 行 帶走 慢著 放開他 李一你沒事吧 沒事 李一是我們治安隊的大工程 你說什麼 在這擺攤啊 是我安排的 他提供了很多線索 重要的線索 幫助破壞了孩子失蹤案 真的 案子破了 哎 怎麼還不回來啊 冯叔 我馬上要回婆家了 你可要幫幫我們家小易啊 這件事唐靴已經全都告訴我了 我早就跟她說過 讓她小心點 可這臭小孩她也不聽啊 一哥說她那不算偷雞刀吧 就是做點小买賣罢了 她說你就信啊 冯叔 你們別吵了 現在還是救李一要緊 搞不好 李一最輕易要拘留 說不定 以後還會留下案底 那怎麼辦 我們李家可就李一一個毒苗 事到如今 事情先別傳出去 否則 冯叔 哎呀冯叔 我們聽說 李一因為投機刀把被抓了 喜鵬你來幹什麼 哎 我早就說過了 這李一呀 就是個流氓混混 你看 就因為投機刀把被抓了嗎 你少在這說風電話 滾 這裡不歡迎你 石頭 這可是大事啊 有什麼困難能幫忙的 大家一起幫幫忙嗎 對呀 就算幫不了 大家以他為戒 也好長長記憶性吧 行了行了 你們還有沒有把我的存知書 放在眼裡 都撤了撤了算了吧 哎 冯叔 當時到底什麼情況 你還不知道啊 我知道呀 你們是不知道當時那個情況 那治安隊太狠了 一腳就把那個二六子的攤子給踹翻了 那油鹽醬酥茶 那撒了一滴呀那是 你胡說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 哼 那個二六子 眼看情況不對 撒牙子就想跑啊 那治安隊哪能讓他給跑了 幾個人左右包抄 三下五出二就跟那兒了 一群人全打腳踢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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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误会 误会什么呀 李懿 你要干什么 大家可都看着了 怎么 你要替他出头啊 是又怎样啊 李懿 你敢踹我 老子给你拼了 住手 今天有我在 我看谁敢动一个 还有谁 还有谁 想替他出头 是的 你 你别过来啊 你要是敢打我 明天我就去公主告你 你告我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可是公安部门的信息人员 是破获孩子失踪案的重大功臣 你看他们是信我还是信你 什么 一哥 你这说的怎么听不懂啊 难怪李懿能毫发无损地回来 既然李懿没事 大家都上了吧 哎 风叔 你等等 有个事要告诉大家 我被治安队抓走这个事 就是许红举报的 居然是这个出手举报的 怪不得他那么清楚发生了什么 许知青 你这背着别人事实举报 往小的说 是破坏同事之间的革命友谊 这往大的说 是叫打击报复 你这背后告状 是要被揣几两股的 我冤了 举报的人不是我 不是 不是你的话是谁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被这样的人抓走了 而且还在这里散布谣言 我 哎 不是 你竟然敢做那些事 凭什么不让别人举报 一哥 你别跟他废话 我 我 你打呀 要不然你竟然打死老子 哎 石头 我不打 我要让所有人 看清你的嘴脸 风叔 要是我被抓走了 受到牵连的 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还有生产队 还有你村支书 还有我们公社所有领导 许红他在背后这样搞 你能保证他在背后 不这样害你吗 你们同在一个知情点 你几倍 难道不会发凉吗 小姐们 你们很多人的孩子 都在跟我和石头 做卖蘑菇的生意 要是我被抓了 这卖蘑菇的生意 可就黄了 许红他这是在 断你们的财路啊 李懿说得对啊 这小子完全就是在害人 大家把他赶出去 对 把他赶出去 这许红真是可恶 你不是小姨 你到底是谁 梅姐 你说什么呢 我家小姨 可没有这么聪明 说 到底是谁 你第五 变得厉害点 还不行吗 你是我姐吗 要不然 我可把你小时候的糗事 都给你抖出来 我又有什么糗事 哦 也不知道谁小时候 追着人家大军哥 当媳妇 人家不要你 我现在都嫁人了 你小子 哎 哎 梅姐 哎 梅姐 你呀 还没嫁给她 就天天护着她 要我说 她变化这么大 肯定是因为你 梅姐 她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 一直都挺优秀的 我马上要回婆家了 看到她 因为你变得这么上镜 我也就放心了 姐 你别回去了 你胡说什么 这次是因为你的事 我才回来 肯定要走的 上一时 我姐被杨家那对母女 欺辱之死 如果我让她回去 肯定会重蹈覆车 算了算了 准备吃饭吧 等会儿我给你们做 骑山扫子面 也是亲生特产 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姐 李梅 你给我出来 好你个李梅 说是处理弟弟的事 结果半个月不回家 我看你是不想走了 婆婆 你怎么来了 大嫂 咱妈在家炒菜 把脸都烫伤了 你也不知道回家看看 再说了 我哥虽然常年在临场 不怎么回家 你也不能一直待在娘家吧 骑山扫子 我 行了 我来 就是要你跟我们回去 家里堆的一堆衣服 还没洗呢 住手 你要干什么 你就是李梅的那个弟弟 李懿 是我 听说你把一个女知青 给欺负了 还不想负责 原来就是你 她没有欺负我 我们是自有恋爱 你少在这儿糊弄人了 我跟我妈来的时候 都听说了 她压根不喜欢你 怎么可能是自有恋爱 我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管了 我们也不想管你的事 我们只是想让我嫂子回去 回去干嘛 洗衣脱定做饭呢 你什么语气 她是我们杨家 娶回去的儿媳妇 洗个衣服咋的 那夏地干农活呢 哼 我姐直接怀有身孕 你们还那么逼她 导致了流产 这 算了小姨 别说了 姐 我姐嫁到你们杨家 整整三年半 当你要做马餐就不说了吧 好不容易回家一次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家就好了 收了我们家一百块钱的彩礼 却连一毛钱的嫁妆都没准备 咋店 你们就有理了 对 是你们先做的不对 你们一直对之前的一百块钱彩礼 耿耿用怀 行 今天我替我姐 把这一百块钱的彩礼 还给你们杨家 哦 彩礼已经给你们了 我去告诉杨文广 让她滚过来 跟我姐离婚 弄着干嘛 滚啊 我们里家不怀你吗 你把她留在这儿 别人会这么看我们 你是在害你姐 我要是让我姐 跟着你们混那狼窝 那才是真正害了她 不行 你姐是我大哥的人 跟你们李家 已经没有关系了 她是我闺蜜 你们要是强行带走她 我就告诉工社 告你们欺负父女 阿佩 你一个知情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回去 我就告诉文广 文君 我们走 小叶 你真的要我 跟你姐夫离婚吗 其实她对我挺好的 她对你是挺好的 可是她任由 那对母子欺负你 她视而不见啊 她要是不同意 搬出来的话 就必须跟她离婚 可是搬出来住哪啊 咱们家也不够地方啊 这样姐 我找冯叔 给咱们批块地 盖个大房子 等我跟小雪结婚以后 就搬去新房去住 姐 你就继续住这儿 冯叔 找我什么事啊 你怎么来这么快啊 找我什么事啊 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惊喜 看 这就是孩子失踪案 家长送你的花 花 我完蛋了 李 李 我又要死了吗 来人呐 救命啊 这是什么 这是花 四十年前 你害死了我妈 四十年后 我替我的母亲 向你索命来了 李 李 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都担心死了 小雪 你还说呢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自己有哮喘 会对花粉过敏 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小雪 你别打了 再打 可能就真的见不到我 对了 你昏迷的期间一直在叫我的名字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摸见你死了 我很难过 姐夫 英文广 你来干什么 小夜 我听说你病了 所以来看看 看我是假 想接我姐夫家是真的吗 你凭什么接我姐夫家 接她回去 继续到你做马吗 姐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就算要杀药果 你总得让我知道错在哪里吧 你连错在哪里不知道 你还真有脸来接人呢你 小艺 好好跟你姐夫说话 姐 小雪 你先出去 这事交给我了 哎梅沙 到底咋的事 是不是我娘她又骂你了 如果是我娘又说了那些不忠听的话 那我带她向你道歉 你给我滚 我姐不需要你道歉 你这是道德绑架的 哎 欺负完我姐 你还不让她发作 你是在作践她 我 我告诉你啊 我姐在你们家 都会被你们母女欺负死了 你娘和你妹出去吃鞋 我姐 紧了个大肚子在这里干活 最后活着生流产 最后怎么了 流产过后 还把家里所有的家务 都跟她一个人做 我姐好不容易回心两家 干嘛 这才多久 追着过来 羞辱我姐 梅沙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嗯 说也梅沙 我知道 你这是干啥 赶快起来 小叶 让你解说欺负都是我的错 哎 你不会想利用下跪 不得我姐同情吗 小叶你说什么呢 你姐夫从来都没有给人下跪过 赶紧让她起来啊 起来也行 想她怎么解决 小叶 听梅子说 你想让我分家 是这样 没错 你们要还想好好在一起 就必须分家 梅子 你跟我好好说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都是怎么对你的 姐 你要还想和她好好过 就不要藏着掖掌 告诉她 你们俩 出去好好聊聊吧 走 冯叔 李 都是叔害你进了医院 叔对不起你 冯叔 没事不怪你 你还不知道我有这病 哎 李 只要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叔叔 叔拼了这条老命 也答应你 冯叔 我想 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你尽管说 您给我批快地吧 啥 批地 你小子又想干啥 我只是个村子叔 没那么大权利 冯叔 您误 我找你批地呢 是想盖个房子 毕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没套新房子 哪说得过去 盖房子 是宅基地 对 行 这事包在叔身上 谢谢冯叔 那你好好休息啊 冯叔 自己走 好 小艺 事情没在 已经和我说了 这事你做得对 你就说吧 你等会怎么解决 我同意分家 好 只要你同意分家 这事 咱们就此结果 小艺 你好好休息吧 好的姐 你们也先回去 我可以先瞇一下 一会儿我还要出去摆摊呢 嗯 我们走吧 你怎么刚出院就出来摆摊了 小雪 我答应你 要风风光光地娶你 我就得努力赚钱啊 李懿 你勤劳又上进 我果然没看错人 收完 几位大哥 我说的那个摊子 就他们 哟 这不村头头的义哥吗 怎么在这摆一摊呢 西村的光 我们干什么 我听说你摆个凉米摊不少赚呢 你给我们兄弟分一点 一个呢 这小子啊 压尖嘴力 护得人可以套 雪红 又是你 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吧 爷爷 你快别装了 我都跟人打听过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 治安队的信息人员 就是你跟唐雪 编出来骗人的 雪红 就算你跟李懿有矛盾 你也不能这样啊 少废话 公众大哥 他们就是套这刀吧 把他们摊子砸了 他们肯定不敢声张 好 许志青 你带头给这丫头挤巴掌 砸碗摊子我分你点 嗯 我还行 你敢骗老子 走 李懿 李懿 你还敢打我 你好大胆子 敢动老色女人 李懿 这个是你先弄的手 兄弟们给我打 你放开我 停 我头 你敢动摊子 你一定会后悔的 今天不急要砸你摊子 我还要你的女人 别动 畜生 小雪 你他们敢还手 兄弟们给我干死他 谁给你们的狗胆子在这对中闹事 郭队长 误会 我这听说他们头去倒把摆个摊子 我这不替你分忧呢吗 用得找你在这狗拿耗子吗 让你的人给我蹲下 请不过来 过头蹲下 李懿 弟妹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身体好着呢 听说你住院了 我本来去医院探望你 没想到你一转眼就出院了 我只能来这找你了 王队长 是有什么急事吗 急事倒没有 这不是在你的帮助下 破获了几个案子 下个月我就升职 调到市里去 真的吗 恭喜你啊 王队长 嗯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李懿是我们治安队的信息人员 以后他要少了一根汗帽 我谁也不找 我就找你们 好 您放心王队 很多事被骗了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找一根麻烦 您放心 李懿兄弟 我送你们去医院 我先检查一下 好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巨红 这就是你说的投机导网 这就是你说的咋了没事 我我我弟兄们给我打 好了小雪 你也累了一天了 快去休息吧 我先走了啊 爱你 有件事我想求你帮忙 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开口 啥事 有什么话你直接说 你是我媳妇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想让你帮帮其他女知青 其他女知青 发生什么了 现在留在知青点的女知青 大多数家庭条件都不好 我想让你帮他们 一起踩蘑菇山货 挣点钱 这样也能改善一下生活 可以啊 不过人数不能太多 毕竟你也知道 这招待所的商铺需求量 有限 行 那我这就让他们几个采蘑菇去 嗯 那你先去休息吧 嗯 大家今天也辛苦了 蘑菇放点之后 大家快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得去生产队上工呢 李一说了 哪怕有了蘑菇的路子 也不能耽误生产任务进度 嗯 谢谢小雪 好你个李 早晨把我打这么次 还不让我送过 反而让这些贱子靠 真是 嗯 不吃死了你 我 终于跟人要你 刘总 哎 李一兄弟 你来了 你先把这棵蘑菇拿去撑撞 好 李一兄弟 坐 好 李一兄弟 你可算是来了 我正愁得不行呢 怎么了 最近有个大领导要下来试查 然后招待所负责接待工作 家常菜呢 太简单 西餐后厨又不会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刘总 你知道这次来的 有多少人吗 不太清楚 那就做两手准备 人少就吃烤肉 人多就吃火锅 烤肉 火锅 对 而且烤肉一定要现烤 烤架酱料和腌肉要分开了 让领导们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有心意 哎 那火锅呢 也要分开吗 火锅就按照刷羊肉来 把那个调料和腌肉一起煮 一个清糖果 一个红油果 酱料呢 自行配制 你这么说是真的挺有意思的 那如果按照你说的 那肯定可以 我现在就去 哎等等 嗯 刘总 我想 自己开间饭店 您觉得如何 开一个饭店 这恐怕政策不允许吧 用不了多久就同意了 这样 之后呢 我帮你问问 谢谢刘总啊 不好了 今年的蘑菇出问题了 怎么了 这 这是剧毒菇 秋生铃耳 怎么会有这样的蘑菇呢 从哪发现的 这是从李一先生 那块蘑菇里 我那块蘑菇 不可能 李一兄弟的蘑菇 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怎么会突然出现 这种剧毒的秋生铃耳呢 刘总 如果真的是 从我那块蘑菇找到了 我将您道歉 也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 你好 你把我那筐 有毒的蘑菇拿出来 我要报案 对 必须报警 要是被领导吃了 那后果可就太严重了 王队长 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王队长 我来报案 什么 报案 这筐蘑菇 是知青点女知青们采摘的 他们是非常清楚 哪些蘑菇能摘 哪些蘑菇不能摘 但是这筐蘑菇 送到这的时候发现 他参加了大量的剧毒蘑菇 谢谢兄弟 想必你心里已经有怀疑的人选了吧 嗯 没错 这筐蘑菇 只在知青点待过 如果不是那些女知青们 最大的嫌疑 就是那个叫许红的人 就是那个 三番四次找你麻烦的男知青 好 我会亲自带队去蹲点 不正 人当病祸 对 除了他 我和知青点的任何人 没有矛盾点 如果毒蘑菇真的是去洪放的 他会不会坐牢啊 肯定会 而且就算够不成头毒罪 探个一两年 没问题 哎 王队长他们呢 王队长他们 已经在宿舍里藏好 等其他女士先带着蘑菇回来 你就脚上上厕所 然后直接离开 嗯 小雪 你看我们今天采这么多蘑菇 嗯 是的 大家今天也辛苦了 蘑菇放点之后 大家快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得去生产队上工呢 李懿说了 哪怕有了蘑菇的路子 也不能耽误生产任务进度 好 小雪 小雪 你在宿舍吗 不许动 我王队长 徐红 你想我哪儿 你 李懿 是你 安州 你放开我 你骗什么抓我 就凭你是坏人 有 你被逮捕了 你们就被你一片了 嗯 坏人 坏人是王队长 王队长喝 喝汤 四位 没有发现了 是要抓我面可 你胡说 我跟王队长是清白的 更何况我已经答应跟李懿结婚了 李懿长 你这种败坏人家明节的事情 可不能瞎说呀 这 我这是 这都是我亲眼看你的 我对他要求跟唐学没关系 怎么会到唐学的宿舍里面出来啊 绝红你连我都赶过命 你没杀对的 就能下生招 绝红 你还真会颠倒黑白呀 行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替你说 乡亲们 之前 之前们托我 蔡蘑菇来做点买卖 这许红之导是怀恨在心 所以啊 就在这蘑菇里投了毒 这就是证据 天哪 这剧毒蘑菇 吃了可是要死人的呀 他们陷害我 这是毒毒菇 只有他们自己怕的 他们陷害我 他们陷害我 乡亲们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为我王队长 他就是专门来办此案的 陷级说 你说出来办案 你用谁的证明 我能作证 今天黎和王队长一起来找我 所有人偷毒 我同意之后 王队长才进入 执行点宿舍的 是的 这里是女执行的宿舍点 我们是来这办案 你来干嘛 你是来偷毒的呀你 许约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呸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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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我们已经抓住 现在就带回队了 带走 黎业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家的地 批下来了 你姐和你姐夫 正早上建房呢 真的吗 太好了 这天也不早了 大家都散了吧 影响生产进度 黎业 我想求您 带我们大家一起去 卖山货 挣点钱 哪怕一天 只挣一块钱也行 大家都听说 值得每天分那么好 几块辛苦费 你可不要 厚此薄彼呀 乡亲们 之前呢 确实是条件不允许 不过我答应你们 以后 一定带大家 一起赚钱 不过 得等我的新房 盖好了之后 好 那我们 一定要帮你 盖新房吧 好 谢谢乡亲们 谢谢 这么快就盖好了 是啊 这么多乡亲们来帮忙 这下欠的人情可大了 不许动工 给我清一下 乡亲们 没事 我来处理 你们先忙 杨家人 你来干什么 我儿子盖新房子 凭什么我不能来 对 我哥盖新房子 我也要一间房 必须退了 重新动工 谁告诉你们 这是杨文广的房子 现在工人 都是我哥雇的 手续什么的 也是他在旁 这房子不是他盖的 难不成是你盖的 文广还从家里 拿走好几百块钱 肯定是用来盖房子了 我懒得跟你们讲废话 你们走不走 不走 我叫人赶紧们走 太烦了你了 你一个李家人 也配在我杨家的地盘撒野 伯母 您误会了 这个房子 确实不是大姐夫的 少拿这些话 糊弄人 你一个连二溜子 都不放过的浪荡女人 一句话都不可信 再敢说一句 侮辱小雪的话 撕了你的嘴 你敢打我 我还叫五哥 弄死你 好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谁弄死谁 李懿 我去叫冯氏他们帮忙 你别动手 万一伤到他们 就又说不清我 再问一遍 不走 不想 不走 不走是吗 行 现在 你走不走 太了啦 快 这人呢 六四要打人了 妈 你们还要胡闹到什么时 来得正好 这个人 不仅要占你的房子 他来打我和你妹妹 就是 你们在做什么呀 妈 这房子是小易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可能 他一个地狸流氓 怎么干得起房子 姐夫 这是你们家的事 你们自己解决 小易 你放心 这事我能解决 妈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要分家 文广 你老实说 是不是李梅 这个贱女人 穿脱的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要了 这个儿媳妇 我也不许你分家 肯定是你们 就是你给我哥 吹有爬风 还想将我哥的房子 给你弟弟 我没有 你还撒谎 我打死你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们就是这么对梅子 我 本来小易说的没错 那个家伙分定了 你们都滚滚 你 我怎么生出 你这个白眼狼 哎呀 你死啊 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啊 哎呀 不关老娘了呀 姐姐不把房子给我 我也不走了 小易 今天实在对不住 我妈他们 媳妇 这不怪你 既然你解决不了的话 我来 乡亲们 这对母女 不让我盖房子 我盖不了新房 就没办法带大家发财 你们说 该怎么办 岂有此理 李 我们来帮你 现在 你们走不走 谁敢阻止一个盖房子 就是跟全资人为敌 对 就是跟全资人为敌 你们想干什么 你别以为你们人多 老婆子就怕你们 你们要敢动我 我就告到公社去 事情的经过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杨家妇女啊 实在太过分了 公社那边 也不会听你们一面之识 无信你们就去试试 妈 他们人多失重 我们还是走吧 想欺负我老婆子 妹妹 走 走 走啊 你们给我等着 感谢大家 今天的帮助 我李懿说 带着大家一起赚钱 就一定不会失眼 不过 等新房建好以后 没家没户 我只能收二十斤蘑菇 多了 咱就不要了 以后 这都由石头帮我负责 一哥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二十斤蘑菇不够啊 对啊 二十斤蘑菇根本不够 全村一百五十多户人家 李懿一个月就拿出一万多 你们还闹什么 各位乡亲们 这村里的生产工作 总得有个生产部门做吧 总不能大家一起去赚蘑菇吧 而且 每家每户二十斤 已经是我能力的极限 行了 李懿是带着大家支付的 你们呢 少提点条件 行 都算了吧 一哥 今天的蘑菇到了 你要去送吗 好 我来吧 李懿兄弟 你可算来了 有个大人物要见你 马上人就到了 李懿兄弟 多亏了你上次的提议 人少烤肉 人多火锅 大领导对我们的接待工作 非常满意 刘所长 孙局长来了 孙局长 你好 刘所长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人吗 对 孙局长 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 李懿兄弟 您之前吃的蘑菇 都是李懿兄弟提供的 孙局长 你好 我叫李懿 你好你好 真是年轻有味啊 孙局长 来 坐 坐 孙局长 之前托您问的事 哦 哦 上头现在是没有限制 宝爷和街边仔 闲闪人员之类 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办一个饭店的呢 哦 哦 对 孙局长 您觉得个体户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有个体户 我之前想办个饭店 所以特意托人问了这方面的事情 哦 现在上面是在讨论 估计 今年一定有结果 那到时候 多指望孙局长多多关账了 你放心 只要你遵纪守法 程序合法合规 没人会为难你 谢谢孙局长 有天这句话就够了 冯叔 冯叔找你有事 赶紧过去吧 李懿 叔有点事 想麻烦你 叔 到底咋了 今天队里的那个分配方案出来了 这人头粮和公分粮 各分配一半 这每个人啊 只能分到一百八十斤粮食 怎么才这么点 那往年至少都两百多斤啊 但仅仅收损不跑 再跑去上交 任务粮 这车里也没有多少 所以 只能压缩 人头粮 没错 让咱们村民啊 在牧区 买那些冬天容易夭折的羊羔和牛犊 然后专人饲养 最后 我再以市场价格收入它 可这样 投资太大 我怕村里啊 买不起这么多牛羊 叔 这就不用担心了 我会出自帮大家买的 但是最后的获利呢 我要一半的主意 行 这样 我找村里其他干部商量商量 好 冯老我送你 行了 回吧 别送了 没事 姐 这位阿姨是 你这是干啥 快起来 阿姨你快起来 不然下面的话我都没发说了 求求李懿同志放过我家许红吧 李懿同志 我是许红的妈妈 我这次来就是想求您放过我们家许红 她本性不坏 她只是一身想岔了 我 你走吧 这事我帮不了你 许红他可只是个孩子呀 他要是被判了刑 这辈子可就完了呀 他当初投毒 害人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觉悟 福叔 我送你回去 一会儿我再去新房看看 你非要把我儿子送进监狱才算完吗 你竟然这么关心他 当初为什么不忘了回城 我跟他爸刚复职就来接他了 谁知道发生了这种事 不管怎么样 他还小 他只是不懂事呀 都是成年人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心里没有输吗 就算我放过他 下次他一样会做出人生够分的事情 你会说 我们家许红不是那样的人 姐 送客 阿姨 您还是 你说吧 要多少钱 爸爸现在是县里的领导 只要你同意撤诉 不管什么条件 我们家都能答应你 阿姨 您还是回去吧 连小孩子都知道 犯了错要受到惩罚 更何况 许红的是犯罪 你入口 我早就打听过了 就是因为你 勾引了我儿子 我儿子才会做错事 还在哪里 别以为有个孙之叔 护着你就会没事 你要是死咬之后 我儿子不放 我也不会放过你 这位女同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个破村之叔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好大的口气呀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是县长夫人呢 王队长 求情不成就威胁 举副局知道 许夫人这个样子吗 我只是想跟我儿子团聚 我有什么错 与夫人如果再纠缠不休 我会把你带回自然队 陪你拿走 我 王队长这么袒护 这个地痞流氓 有机会我见着王老爷子 一定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行了 我也走了 杨子嫂那边 我还找其他干部商量商量 好 风叔 风叔 我送您 王队长 你怎么来了 李兄弟 这话你得把时间腾出来 我家老爷子六十大寿 想请你过去 好 我一定准时参加 小兄弟 好几天没吃你家粮瓶了 真是馋的谎 之前 有几个溜泡泡你摊砸了 大家伙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之前的都是误会 不过已经解决了 哎 小兄弟 你是不是我们厂长家亲戚啊 不然厂长怎么会让你在这摆摊 厂长来了 同志 辛苦了啊 由你站 我们厂里的伙食 得到了改善 谢谢 谢谢你啊 不辛苦不辛苦 小兄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我们住厂厂的 梁厂长和副厂长 你好厂长 副厂长 真是代码了 那个 感谢厂里的各位领导 能够大人大量 高抬贵手 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在这摆摊败良品 而投口生活 也感谢各位兄弟姐妹的支持 感谢大家 没关系 我也是普通百姓 不必摘这些 来两份凉瓶 四个白皮饼子 多放辣椒 好嘞 第一兄弟 给我也来一份凉瓶 没问题 王队长 猪剑厂的厂长 是你叫来的吗 怎么样 以后啊 没人敢来到你的麻烦了 谢谢王队长 不过 怎么了 前世县里有个助剑厂 因为生产折戒的钢瓶 突然断裂 发生重难事故 不是这个助剑厂吗 第一 你听着梁厂长 刚刚干什么 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了 王队长 实不相瞒 我刚才看了下 他们的面相 杨厂长印堂 发情多灾多难 恐怕有事情发生 李兄弟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杨厂长这段时间 恐怕有大事情发生 轻则被降职 重则恐有牢狱之惨 胡说八道什么 老范 老梁 你好心照顾他生意 他倒好 在背后编派你 梁哥 误会 前世误会 李兄弟学过一段时间的风水相随 所以看得出来啊 你最近运气可能不太好 王队长 你也别特意袒护这小子 刚才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说老梁 恐怕有牢义之灾 要么坐牢 要么被彻职 彻职坐牢 小兄弟 你当真是这么说的 对 而且除了杨厂长 这位傅厂长的气色也不好 眉头散乱 冲射印堂 恐有 官司口舌之灾 一派胡言 杨厂长 你不愧让这小子 在咱们厂门口摆摊 赶快把他赶走吧 别急 小兄弟 你继续说 这 李兄弟 你放心说 你的预言呢 之前不仅做过我 还帮助我们破获了一件大案子 我相信你 杨厂长 除了你俩 在场的所有职工 都有一副大案的临头的面相 放屁 简直是妖眼祸重 来人 把他凉皮摊给我撤了 小兄弟 大家伙计上来照顾你生意 怎么周大家呢 今天 要不说出一二三 我们绝不罢休 废什么话 你还真相信他说了话 小兄弟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杨哥 李兄弟绝对不会乱说话 我相信他 杨厂长 一个人不足为奇 可这一群人 你的意思是 我们住户厂 将会有大事发生 还会牵连到我们这些人 没错 如果没猜错的话 恐怕和安全生产有关 今年生产任务加重不少 如果安全出了问题 我们这些人肯定会受牵连 老梁 他就是个矛头小子 你可别相信他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回场 马上通知下去 各科室及生产车间 平工 技术部所有人员立即集合 全场范围内进行安全大警察 王队长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和老梁过来照顾他生意 他倒好 在这儿天天胡说八道 看以后我们怎么帮他 犯他呢 我相信李 前世这场事故 死上无数 几十个家庭因此治理不足 但我能帮到他吗 李兄弟 搜探记得去参加我老爷子的六十大搜 他真的这么说的 那还能有假 他仗着村支书和王队长给他撑腰 硬生生包赶了出来 还扬言要让咱们儿子 在监狱里生不如死 混账 我儿子只捉错了一件事 他就这么嚣张至极 分明是不把我许家放在眼里 今天王老爷子六十大寿 那些从县里出去的大领导都回过了 我还听说 那小子也会来 老公 你可不能放过他 放心 他既然不给咱们儿子留活路 我也不会对他手软 站住 你是雪红的妈妈 老公 他就是李毅 旁边那个 就是在知青点勾引咱们儿子的剑 我听说你仗着有人给你撑腰 不肯放过我儿子 现在我问你 撤不撤诉 你儿子投毒害人最有应得 这诉 撤不了 还真是嚣张至极啊 徐叔叔 徐红他 就考 这男人要你说话的分 怎么 你们要干什么 我听说 王队长帮着你偷鸡捣吧 这个事要是传出去 我看你还敢不敢嚣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撤诉 要不然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现在已经逐渐开放个体和满满 徐叔叔 你恐怕威胁不了我 王队长 嗯 他马上又要调到市里去工作 我还是把这个事情传出去 你不害怕 他也不害怕吗 你 媳妇就来了 怎么不进去啊 王队长 李毅同志 老爷子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才来啊 不好意思啊 等我点事 记住我说的话 怎么了 媳妇局 李毅兄弟招惹你了 王队长 你跟他沆瀣一气 难道不会不知道 我们俩有矛盾吧 媳妇局你可能还不知道 喜红投毒罪名成立 虽然是粗犯 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至少要在监狱里待个半年 什么 不是说还要过段时间才 完了 都怪你 都是你害了我儿子 干什么 干什么 你让开 我要打死这个 害了我儿子的畜生 今天是我家老爷子的六十大寿 还请许家两位 克制一点 你算什么东西 啊 一个小小的治安队长 让我克制 滚开 许副局长好大的官威啊 在王老爷子的寿宴上 还敢胡闹 孙夫人 这 这 夫人 这这这都是误会啊 误会 你在王老爷子的寿宴上 让王队长滚 还能有什么误会 你儿子的事情 已经在全界都传遍了 果然是丈量不正下凉歪 孙夫人 我错了 我们不应该在王老爷子寿宴上 胡闹 我我我再就去道歉 孙夫人 你就是孙局长说的李毅吧 孙局长 这 这位是孙局长的夫人 孙夫人 孙夫人 多谢 您替我解围了 不用谢 李毅同志 你之前打听的事情 已经有眉目了 上头正准备 颁发第一个营业执照 一旦事件成功 全国都将普及 太好了 咱们饭店 很快就能办成了 来各位 里边请 老公 就这么放过那个地痞流氓吗 还有今天孙局长夫人 为什么会突然帮他说话 孙夫人是为了寿宴正常进行 所以才当众责怪咱们 我打听过了 那小子只有一个考虑 总之啊 只要我们跟王老爷子 搞好关系 对付他 还是有办法 王老 李小平君 你可算来了 王老 您这是 我之前提起过 救了我命的小伙子 就是李毅小伙 原来就是你啊 难怪王队长这么维护你 举手之劳吧 是不必放在心上 他还救过王老的命 看来今天解决不了他了 把我那茅台酒拿来 好嘞吧 我先过去一下 好的 那你先忙 来 坐 王队长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王老的寿宴呀 那些县里出去的大领导 大人物 都曾经是我爸的学生 所以无论身份如何 到了这儿 姿态都放得很低 原来如此 王队长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 我想 开家饭店 一个个体户 怎么开饭店 上面的政策 很快就下来了 现在 想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饭店的住址权 你放心 我回头就跟老爷子讲一声 保证帮你办得 漂漂亮 王队长 这事先谢谢你的 客气怎么 小雪 等饭店办起来之后 我们就结婚吧 嗯 那到时候 可得通知叔叔 不用通知他们 结婚 怎么着 也得通知父母 你是不是怕 他们对我不认可 不是 主要我 我爸他 小雪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 得到他们的认可的 让他们知道我的心意的 李懿 前两天 我爸给我寄了封信 几位兄弟 你们有事吗 我们副厂长说了 从今天起 你不许在这摆摊 为什么啊兄弟 哎 我记得 你们不是前两天 经常来吃的吗 怎么商品不让买了 这是我们副厂长的命令 大家活也没办法 你呀 就别为难我们了 兄弟 什么原因能告诉我们 其实吧 这是跟你上次的预言有关 预言 对 你上次预言说 我们住厂长 所有人都要大战临头 范城长 杨城长 二位吃点什么 少跟我来这套 赶紧撤发滚蛋 范城长 为什么 还在这儿给我装呢 之前搞什么装神弄鬼 说我们住厂长工人大难临头 快到门工厂 耽误好几天时间 进行安全大排查 结果呢 屁都没检查出来 范城长 不可能 住厂长的安全一定有问题 杨城长 你所有的地方都检查了吗 我确定 那 建筑安全 你懂什么 我们厂是前两年刚新建的 所有的承重钢梁 都是从全国有名的大企业定制的 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之前的安全排查 确实忽略了这个地方 老梁 不要被这小子蒙骗了 当初建厂的时候 是我全城监督的 如果要有什么建筑安全问题 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安全生产 涉及到全厂几百名职工的人身安全 就是仅剩一百倍 也不为过 范城长 你这么着急阻拦 该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什么难言之隐 那我那是为我们厂的员工着想 安全大排查 太耽误时间 我们工厂总不能不开工吧 况且还有几百个兄弟 等着拿钱吃饭呢 如果这安全隐患 真有问题的话 梁厂长 各个车间的负责人 一定知道 只要我们叫过来问完 问一下就知道 有道理 乔林 到 马上把各车间的负责人 都叫过来 好嘞 乔乔 老梁 你别被这小子骗了 他就是个到处 招摇撞骗的神棍 副厂长 既然你那么赌定没问题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 打赌 就赌咱们厂 有没有安全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好 我当着大家的面 当众向你道歉 并且承诺以后不来支摆摊 怎么样 那如果有问题呢 有问题的话也很简单 我给你批图纸 如果你能做出来的话 我就按照市场价格去收购 要我看哪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 之前说的什么风水橡树 大难临头 我看全是你编出来的什么鬼话吧 好了 你 好 赌就赌 要是没问题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倒是很好奇 你想做的是什么样的做法 你等一下 杨厂长 你看 这是一种锅 还是一个桌 这个锅是烤涮一体桌 你看 中间这个凹凸的地方 就是放碳盆进去 不仅呢 能做成烤下来烤肉 而且还能做成火锅 火锅可以分成鸳鸯锅 一边红油一边清糖 然后把调料和肉放在一起煮 哎呦 那个味道 真的绝了 好啊 好巧妙的设计 不知道杨厂长 能做出来吗 这个 我还要回厂里 问一下工厂的老师傅 不过 你这个图纸已经很详细了 我想问题不大 那就先谢谢杨厂长了 杨厂长 杨厂长 您叫我过来 是准备换干粮了吗 什么干粮 什么回事 就 咱们厂子那钢粮 马上就要断裂了 你说什么 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之前发现 一号车间和那三号车间的钢粮 马上就要断裂了 非常危险 杨厂长 这生产任务上 房顶悬挂的重物 可能高达数千上万几 一旦屋顶崩塌 想的工人 赶紧 赶紧让工人都停止作业 马上撤离出厂房 这个兄弟 房屋出现断裂 什么时候的事 哦 有两个多月 哦 两个多月 混蛋 两个月时间 为什么不向上汇报 厂长 您可真是冤枉我了呀 我们之前一发现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 就向副厂长汇报了 而且不止一次呢 老范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不跟我讲 老梁 你别去拿胡说 这事我家根不知道啊 副厂长 你做事可不地道啊 之前发生这件事 我第一时间就向你汇报了 是不是啊 你怎么说的 你说厂里头生产任务比较重 这事得搁到明年 我这儿还有你的亲笔签名 要不要看看 老范啊老范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不想着解决办法 还企图隐藏 李一同志 辛苦你泡一趟 报警吧 没问题 老梁 不要报警 我 我那是一屎糊涂 你要是报警的话 我是会被抓进去的 赶命关天的事 谁也救不了你 王队长 里面怎么样了 李一兄弟 你可真是 你可真是 了事如神啊 这一次要不是你 不然等到 钢梁特地锻炼 肯定造成 重大安全事故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黄队长 按理来说 那钢梁应该很结实啊 怎么会突然锻炼呢 副厂长 饭痛以次冲好 在建厂时啊 把上好的钢梁 换成了假冒伪劣产品 上面已经 决定处理它了 难怪之前 一提到这事 那个副厂长就急得跳脚 他就是心虚 王队长 我上午跟那个 杨厂长商量那份订单 怎么样了 答应了 不过最近 租建厂要全厂停产 进行检修 可能要过段时间 才能做你的订单了 没事 辛苦你了 王队长 小事 不过 上一次托老爷子 问的那个店面 倒是出了点问题 不过 到时候你跟我去看看 就知道了 好 慢走 李懿 你怎么知道 钢梁会突然断裂呢 那个 之前摆摊的时候 跟工人聊天 推测出来的 你可真厉害 对了 你稍后跟我说 你爸给你一封信 什么信啊 没有 小雪 我们都要结婚了 不要把这放在心里 不要被伤 反正还有我呢 对不起 我骗了你 那天晚上 不是你欺负了我 是我主动的 小雪 在乎就不漂亮了 而且 上次那事 我喝得烂醉如泥 我什么都不记得 而且我根本会怪你 不是这样的 前两天 就收到家里 给我的来信 我爸给我办了 回程手续 他一直催着我回去 其实我爸早就给我 安排好了一门骑士 什么 你 你有回约了 不是不是 我没有答应 我爸为了自己的事业 想让我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我不愿意 所以那晚你强迫我的时候 我没有拒绝 对不起 你要是不愿意去我的话 是我对不起你啊 傻丫头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的话 你就不用收那么多的东西去了 那你不怪我吗 当然不会了 那都是以前发生的事 都过去了 人呢 总得往前看 而且我现在 非常的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小易 我是不是 打扰你们俩了 要不 你们继续 说什么呢 美姐 那个 我现在回知情点了 小雪 等我这两天 把饭店的事忙完了 我就回去跟你见你爸 把事说清楚 姐 你这一身 怎么弄那么多泥巴 姐 你这一身 怎么弄那么多泥巴 刚才有个老太太掉到沟里 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救上来 快别说了 我得洗澡换衣服 队里的生产任务还没做完呢 行 姐 那你快去洗吧 李 王队长 你来了 之前你说店面出了点问题 什么问题 老爷子给你找了一个学校门口的店面 说这样客流量大 但那家店面的主人沈老太 只同意出租一年 而且还要求住在店里 这么麻烦 对呀 住店里那不是耽误你饭店做生意吗 那 还有什么 其他备选方案吗 再好的 也都被国营招待所他们占去了 就没别的了 这样吧 我亲自去 找这个沈奶奶 好好聊聊 好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走 去卫生所 去卫生所干什么 忘记跟你说了 这沈老太今天早上啊 出门溜弯 掉沟里了 被人救起来以后 直接送到卫生所了 不会这么巧吧 走吧 姐夫 你怎么在这啊 小叶 是梅子让你来的吧 你快点进去吧 那老太太正在里边闹 闹 怎么回事 这不 之前老太太掉进沟里 是梅子把她救上来的 我得到消息 刚赶过来就听到那老太太说什么 玉佩被偷了 那凶呢 居然有人敢在医院偷东西 不行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看看 那你们去 我回去找梅子啊 姐夫你快去吧 沈阿姨 您的伤得马上处理 不然该发炎了 去去去 我不处理 那我的医可以找来 我不处理伤口 去去 一边去 给你处理一下 是不是听不懂话呀 我说过了 去一边去 沈奶奶 护手间 我来吧 沈奶奶 我是那个 救你的那个人的弟弟 你好 我叫李懿 我来帮您处理一下伤口 沈奶奶 他是战队的王队长 这次过来 是专门帮您调查 您玉佩丢失的事情 你能帮我找到玉佩 沈奶奶 您今天出门的时候 玉佩有在身上吗 带了 就是摔了一跤 找不着了 沈奶奶 那个 您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对了 我如果帮您找到玉佩 您能帮我个忙吗 把你店面租给我 你就是王家锅说的 做买卖那小子 是我 人不大 心眼都不小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玉佩 然后再还给我 让我把店面租给你 你真是晦气啊 沈奶奶 误会来我真的没偷啊 是啊 我跟李毅兄弟一起过来的 我能给他做证 真的 当然是真的呀 我的话您不信 我家老爷子 您也不信吗 看在你们家老爷子的份上 我相信你一次 有什么本事找到玉佩啊 这样是奶奶 您先告诉我 那块玉佩的形状 月牙形状 不值什么钱 就是得有个念想 好 我现在就让乡亲们 帮忙一起找 哎哟 你这小小年纪 口气倒不小呀 像你这种说大话的人 哎呀 我见得多了 你要是能帮我找到玉佩 我把店面卖给你都行 此言当真 那是自然的 王队长 沈奶奶就交给你了 我去找玉佩 说大话 沈奶奶 真的要这么克思玉佩兄弟吗 不就卖个店面而已吗 不至于吧 现在的年轻人 毛毛糟糟似的 我要不看看人品 我经营大半辈子的店面 放心交给他 您还是劣势一双呢 脾气这么臭 哎呦呦 你老爷子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错了 你是翅膀硬了 找到了 沈奶奶 您看看 是不是这块鱼佩 费了不少功夫吧 乡亲们帮忙一起找 很快就找到了 就在 就在您掉下去的那条沟里 测试通过了 我那个店铺 归于你了 什么 沈奶奶 您在说什么什么测试 这一次的事情啊 是沈阿姨设计的 她担心你心心不定 吃不了苦 会糟蹋了她的店面 沈妮的身份可不简单 只要在她的店面做生意 以后就没人敢来到你的忙 这也是你们计划好的 没办法呀 老爷子非要报答你的租名字 说什么也要把沈妮这个店面给你 为此啊 两个老人家还大吵了一架 王队长 感谢你和王老爷子这次帮忙 你们的恩情 我记住了 好了好了 现在店面 器材 以及手续都办好了 等你装修好了 这不是马上就能开业了 不急 在那之前 我好像件事要办 什么事 带小雪 回娘家 丽 真要去见我爸吗 她呀 脾气不太好 我怕 没事 哈 我们都要结婚了 必须礼件双方父母 我爸妈已经不在了 我绝对要去见你 好吧 介绍信 你说好 我们现在就去兑换全国粮票 这些东西啊 都是出门必备的 谁啊 走路不张眼睛 杨文娟 你怎么 你们怎么在这 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知道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还装 这件事不许告诉我哥 不然我打死你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没工夫跟你玩 你松手 装模作样的狗男女 站住 你说谁狗男女 说的就是你 一个只会吃鹅嫖赌的 街头二流子 一个半夜做人被窝的臭婊子 哎呀 再敢罗树撕了你的嘴 救命啊 流氓当街打人了 吵什么吵 知不知道这是梁岳湛 不好意思啊 我们 小磊 唐雪 她是 我的弟弟 唐磊 你好 我是 我管你试试 敢在梁岳湛闹事 你胆子不小啊 唐磊 怎么说话呢 她是你姐夫 姐夫 啊 怪不得你死活的都不想回家 原来是在外面养了一个小白脸 二 唐雪 我要把这事告诉巴 你死定 张口闭口就是唐雪 你就这么罕见的吗 关你什么事 我是这梁岳湛的负责人 我劝你少管些事 唐负责人 你可一定要为人家做主啊 我刚才就过来兑换粮票 他就把我好一顿暴打 看我脸上的伤 都是他打的 哎呀我 你敢对我的 你敢对一个女人 下这么重的手 唐雪 你要是敢把这种男人带回家 都不用我说话 老爸就能把你俩弄死 分明是杨文娟先出口骂人 李懿才出手教训她的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你有证据吗 算了小雪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不用理他们 正事 怎么 你们也是来兑粮票的 没错 打了人还想兑换粮票 门都没有 对 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对 赔偿捐资的精神损失费 捐资 就这么贴 唐里不会是杨文娟有其他的关系吧 发什么的 赶紧给钱啊 给钱啊 够吗 这么多 够了够了 我去 唐雪你可以啊 你这抱了个大伙子啊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你要是再看对小雪出言不逊 别说你是他弟弟 我道达你不误 黑温 好了好了 你们少说两句 你要兑换多少粮票赶紧的 别浪费我时间 我要兑换 全国五百金粮票 什么 给你办 唐雪 我警告你 你别以为你购了个大款就了不起 等回家 老爸照样不会放过你 我这趟回去 就是带着唐雪 见你父亲 我就要当着你们面 向唐雪求婚 我呸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算了 我们走吧 唐雪 我要把你带男人分家的事告诉我 我看你怎么办 李懿 我怕 我爸不接受你怎么办 放心吧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就不会放弃你 咱们进去吧 航兄 我们家许红的事 可就拜托你了 这块表 您卧物拿下 这 这多见外啊 不过你放心 唐雪回来 我一定劝她嫁给刘局长 帮你说清 好好好 唐兄 要是唐雪她 不愿意嫁给刘局长 怎么办 嫁不嫁人 她说了不算 我让她嫁 她敢不嫁 我不嫁 一个四丫头 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这都几个月了 过来过来过来 当初送小雪插队的是你 现在让小雪嫁人了 又是你 你是为小雪的父亲 就是这么对待女儿的 你算哪个冲啊 我在这教育女儿 人家到你插嘴啊 唐雪 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李毅 啊 典型的一个社会流氓啊 李毅不是你皮流氓 她是我丈夫 丈夫 伯父 伯父你好 我是小雪的丈夫 李毅 你胡说八道什么 唐雪 你说这是不是你讨婚的理由 不是 我和李毅已经结婚了 我生是她的人 死是她的鬼 你是我唐家的人 你嫁人 谁允许啊 嫁不嫁人 或者嫁给谁 都是我的自由 不需要得到谁的批准 你还敢听嘴 我 李毅 好好说话就好好说话 动手干什么 我在这教育女儿 你插什么嘴 只要我还在这 谁都别想动小雪 一根手指 敢在我家撒野 敢在我家撒野 哎呦爸 你咋我干什么呀 你不在梁油站待着 跑回来干嘛 哎呦爸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 唐雪帮上了一个大款 就是她 小蕾 你搞错了吧 她 她就是个地痞流氓 怎么可能是大款呢 我亲眼看见她 她直接就拿出了 五百斤的全国粮票 还有这事 哦 我知道了 王队长 王老爷子 还有孙局长 这么袒护你 肯定是你给他们送礼了吧 你少扑我脏水 我没空搭理你 你 小雪 没事吧 我没事 你这个小子 在我家撒野 还想做我堂家的女婿 你也不认识你自己 你认不认我这个女婿 我根本不在乎 但话得说清楚 我今天本一期来看望你的 刚走到门口 我就听见 你要为了别人家的儿子 来买自己的女孩 恕我直言 你配搭父亲 反了你呢 小雪 这一巴掌 就当是我不笑了 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妇女关系 你们唐家 再无半点瓜葛 这些 就当是弥补 你对小雪的养育之恩 畜生 业障 把这些东西给我扔了 唐兄 这 我儿子那个事呢 许老弟 你也看见了 不是我不帮忙 实在是这个李懿 这个小子太气人了 不但拐走了我女儿 这还 还探索我跟唐雪的妇女关系 气死我了 这个李懿还真是嚣张之急 你说 我儿子哪个地方招他了 哪个地方惹他了 他就不放过我儿子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唐兄 我听说李懿那个小子 最近这几天要开个饭店 到时候 你可得助我一臂之力 咱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好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蕾 爸 把东西拿出来 什么东西 你说呢 拿出来 快点 把这些东西 送给刘局长 就当做唐雪逃婚的赔罪 着重提一下那个李懿 好 这事搞的 小雪 不要难过了 好吗 我爸他 我爸他怎么弄这样呢 不难过了 我们走吧 我带你回家 回我们的家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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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医生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怎么可能怀孕呢 杨女士 你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一个月 不可能 一个月前 我刚刚和唐脸 杨文娟 她怎么在这 医生 我妻子唐雪 她怎么样了 您是唐雪的丈夫吧 您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了 媳妇 你醒了 饿不饿 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去 不用 刚刚医生有说 我是因为什么晕倒吗 没有 医生就说 贫血 对 贫血 说你外加受了点刺激 所以才晕倒了 你决定 没有什么瞒着我的吧 哎呀 你快说吧 媳妇 你真想知道 嗯 医生说 你怀孕了 要当妈妈了 什么 等分店开业 咱们就结婚 嗯 媳妇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出去一趟 马上就回来啊 你去哪儿啊 当然是给咱孩子 买礼物去 师父 我听说 您是附近最好的一个 打进师父 问一下 问一下 怎么想起来 把这店面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真不好找啊 酒香不怕 巷子森的道理 你们年轻人懂什么 啊 也对 娟儿 你看这金表 这可是我从我爸手里截出来的 你要是能确定这里边孩子是我的 我也给你弄一块 唐负责人 人家只给过你一个人 不是你的 还能是谁的 你要是能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我立马娶你进我唐家 这可是你说的 当然 不过等会打手势可得快点 我爸还安排我去见一个什么孙局长 问题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 等等 唐负责人 我现在突然不想要手势了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咱不都到这 李懿 你怎么在这 比起这个 我更好奇 你怎么跟我姐夫的妹妹 够一块钱 姐夫的妹妹 你们是亲戚 你个臭女 你果然是李懿派来勾引我的 你个臭女 干嘛呢 我刚打了手势 我没有 我跟李懿设不两立 他之前还在凉油站打了我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演戏 你这肚子也是假的吧 这是医院的票据 我总不能连票据 也能作假吧 真的呀 真的 那就 那就没事 唐蕾 你既然不相信我 那我现在就走 哎 真的 哎 你还想怎么着 把这打击人师傅刚打好的金子全毁了 就想走啊 不需要点破手是吗 来 给你二百 不用找了 我给你二百 你给我做一个 不够啊 再给你二百 这回够了吧 唉 你要干什么您 再给我拿一二百 我看看了 你要干嘛 师傅 算了算了 把他打坏了 不然你让他不赔偿 怎么 是吧 对不对 咱和其成财 和其成财 我赔 我赔还不行了 对不对 您小心 经我手的手势 最少两千 你这态度真好 我给你打一折 三千 三千 哎 这可是最好的质量 估计得要四千 我哪来那么多钱啊 没有是吧 你不还有金表的吗 我 哎 行 我给 剩下的两千 我会想办法 凑够还你的 李自觉 李一 你别太过分了 你 打进是吧 您看呢 钱铭 这回行了吧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等会有事 我跟你没完 哎 师傅 上了个事呗 这金表和字卷 您能给我吗 干什么关系 这人是我小舅子 虽然我跟他不合 但他怎么着 也是我媳妇的弟弟 是吧 给了个教训 行 拿走吧 这金表上这打击手呀 放在我铺子里 留不起这脸 哦 对了 呃 这段时间 我孩子可能出生了 劳烦您 再给我打一个如意金锁怎么样 小意思 那 这是定金 您拿好了 我就喊来拿 得嘞 谢了啊 师傅 笑念群 小雪 你怎么出来了 快回上休息 哎呀 放心吧 医生说了 没事了 咱们饭店不是 马上开业了吗 我想跟你一起 回去看看 那好吧 不过你向我保证 如果身体有 不舒服的地方 你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嗯 好 走吧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路上吃饭了吗 吃了姐 哎 咱们这饭店 今天刚开业 怎么这么多客人 你还说呢 前几天住建厂厂厂长 送来了一批烤涮一体锅 今天还带一大帮工人来咱们店里捧场 梅姐 我看着好多都是咱们村子里来的人吧 是啊 那些一听说咱们家小易要开饭店 那些跟小易挣了钱的乡亲们都自发过来捧场 梅姐 来分钟 哎 来了来了 好了 我要先去忙了 今天好多人都说来给你捧场 我也不认识 我都让进了 你自己去跟他们打招呼吧 姐 你先去忙吧 李懿 太好了 咱们的饭店终于开起来了 是啊 我说 大伙都静静啊 刚刚接到热心群众的举报 说这家店 卫生不达标 正见不起 必须得查封啊 无关人员 赶紧撤了啊 等等 我是饭店的老板 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们是证件不齐全 卫生不规范 我就是证据 小蕾 你怎么在这 李懿啊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居然还有证人 看来这家店的卫生是真的差 走走走 胡说什么呢 一个人店都是我亲自打走的 绝对安全 对啊 李懿是我们村里面最有能力的年轻人 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的 我是老板娘的亲弟 我证明这家饭店无证经营 而且卫生条件极差 根本就不该开业 你 你听到没有 他是老板娘的亲弟弟 看来这家店是真的卫生不行 他说的话还有假的 所有人啊 赶紧离开啊 要不跟这个店一起疯了 等等 小雪 你去把孙局给咱们的个体证拿来 嗯 各位 我向大家保证 我们饭店的手续和证件 是所有的都齐全 而且是孙局长亲自颁发的 至于卫生问题 你们如果不信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后厨 自行查看 不见不服 小易 你说的那个证件 今天突然被收回去了 说要重新审核 小雪也从后门出去了 也不知道要干啥 哎呀 都怪我 姐 不怪你 今天这事 就是有人故意要针对我们 没事 这家店的后厨 肚脏死了 地面根本就不能站脚 这家店的老板就是个骗子 对呀 在地面上全是油垢 还有菜叶 大家赶紧走吧 哎快点走吧 哎 哎别走啊 别走啊 走了走了 别走 你你们 哦 哎 姐 有没有人见过后厨 有就是他 嗯 原来如此 我看今天的局 就是你们几个人联合设计 是又怎么样 你这个店必须得封 一哥 开业第一天就查封 这是不给咱活路啊 李 你害我儿子进去了 到现在出不来 你现在也别想好好过 把他给我封了 我看谁敢 少在我面前张扬我爪 今天这个店 封也得封 不封也得封 哎 等等 我有办法救你儿子出来 嗯 不过得看这小子 是不是眼力见 你意识吧 这个饭店对你很重要啊 但是我能保证 你这饭店没事 前提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一哥 别相信他们的 他们是坏人 小义 这种坏人的话 你可不能信啊 没事姐 石头 把我姐送回去 这事我心里有数 行 有事叫我 说吧 什么事 只要你肯劝唐雪 嫁给刘局长 我和徐老弟 保证你这饭店没事 对啊 就我儿子还得吃刘局长 我要是说不呢 你敢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到时候不但你会出事 你那个姐姐也会有事的 唐记忠 我看在你是唐雪的父亲的面子上 我对你是一人在争 可你却卖女秋容 现在还威胁我家人 我告诉你 你的条件 我什么都不会答应 来把这个店给封了 我看谁敢 孙 孙局长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岂不是真要把 礼仪饭店给真查封了 我 我这都是按规矩办事啊 谁的规矩啊 你的规矩啊 这家饭店的证件 是我亲自颁发 你二话不说 就把人家给封了 好大的胆子啊 孙 孙局长 我知道是李懿这小子 肯定是给你好处了 所以您才提他说话 你说八道什么 你以权谋私 还敢诬陷上级 你等着吧 等着法院回去起诉吧 局局局局局长 我错了局长 我我我再也不敢了 滚 李懿同志 这次啊 是我的工作失误 我已经把新的证件 重新拿来了 看一下 放心 幸许的一定会受到严惩 辛苦所局长了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别以为你背后有人撑腰 你就没事了 啊 我手续正规正见齐全 怎么就背后有人撑腰了呢 我不跟你废话 唐雪 跟我和爸回家 快 我不要 你 爸 你为什么要举报李懿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是乖乖嫁给刘局长 能有这么多事吗 人家刘局长哪不好啊 不就是年龄大点吗 非要跟那个小四分在一起 我上次就已经说过了 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你凭什么再来对我的生活 指手画脚 你还敢惊嘴 你要是敢打上去 明天这块表 就会出现在王队长那儿 这块表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表不仅在我这儿 我还知道 你要送给谁 唐磊 只要你把表给我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行 表可以给你 那你得保证 今后不来打扰我和小雪的生活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李懿 我不知道我爸他 居然能做出这种事 今天可是你开业的第一天呀 没事 只要他答应 以后不会再来骚扰我们 我们的饭店还能继续接应 嗯 哎呀 你们店怎么这么冷清呀 沈奶奶 出了点状况 沈奶奶 要不您先里边坐吧 李懿 这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过的沈奶奶吗 对 这位就是沈奶奶 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 奶奶 我叫唐磊 沈奶奶 是有什么事情吗 不对 不对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现在在哪里呀 我妈妈 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去世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怎么会去世呀 小奶奶 到底怎么回事啊 叶灵文 是我十三多年的女儿 庞雪 是我亲孙女呀 我可怜的女儿呀 都怪我 当年要不是我逼她嫁人 她就不会离家出走 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奶奶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妈妈 不叫叶灵文 不会的 不会的 你跟她长得这么像 我怎么会搞错呀 这枚玉佩 是一对 另一枚 在灵文身上 你见没见过这样的玉佩呀 小雪 你身上不也有一块吗 这怎么可能 这是我从小到大 带在身上的玉佩 看来 在结婚之前 我们得去一趟堂家了 这么着小事都办不好 我怎么放心把堂家交平 爸 我真的不知道这块金表 为什么会出现在李毅手里 我不管什么原因 再有下一次 打断你的腿 我错了吧 那天要不是杨文娟缠着我去打金铺 我也不会遇到李毅 肯定是串通了好 这个贱 看我怎么收拾你 也不知道小姨那边怎么样了 相信小姨 她肯定有办法解决那些麻烦 嗯 哥 救命啊 哥 你救我 有人要杀我 看你往哪儿跑 娟子 你好好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文娟 你这个贱人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 你干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拦我 我是杨文娟她大哥 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 啊 我说这个贱人 怎么抛下屋里 那个老太婆就往这儿跑 原来是有大哥呀 哥 你一定要救我 唐雷唐杀了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再这样胡乱打人 我是能报警的 杨文娟这个贱人骗走我的钱 骗走了我的金票 我让他还钱 他死活不还 怎么着 这事你能管 娟子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没有 他胡说 千债 还钱 天经地义 我吃他大哥 我替他还 还钱就完事了 那我还因为这事挨了一顿挡 怎么说 我替他收拾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哎 住手 干嘛你 唐雷 你好他的担子 敢在我家闹事 这是你家 果然你们俩是一伙 什么一伙的 你就别给老子装算了 杨文娟这个贱人骗我去打金铺 你趁机拿走我的金铺 这些我都知道了 我甭乱七八糟 赶紧滚蛋啊 不然别跟我对你不客气 这么着急想让我走 还说不是心虚 想让我走也行 还钱 还钱 还什么钱 杨文娟骗走了我好几千块钱 我没有 你胡说 我呸 你身上的首饰都是我买的 运捡的钱还是我出的 你还说没有 运捡 钱是不可能还你了 不过 这个应该值点钱 别以为光还钱就完事 杨文娟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看起来 我弄死 等等 你还想怎么样 告诉我 唐雪的真正身世 你胡说什么 什么唐雪的身世 我不知道 唐雪不是你们唐家人吗 之前在你们唐家 我见过你母亲的照片 她和小雪 压根就不像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唐磊 李燕 刚才那个人是谁 唐磊 唐雪的弟弟 在那个梁油站 当负责人 我说娟子前段时间 怎么老往梁油站跑 原来是跟那个人 私混在了一起 哥 我先回家了 妈还在家等我呢 站住 你跟唐磊到底什么关系 是你自己告诉我 还是我问李燕 哥 我跟他没有关系 他就是个疯子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会出钱让你去做运捡 我 娟子 你还是实话实说吧 这样小一跟你哥 也好帮你啊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跟他是自由恋爱 那怀鱼也不是我愿意的 你说啥 你把刚才的话 再跟我说一遍 妈 你怎么来了 好你个死丫头 居然敢问婚先孕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赶我回去 我不 哥 哥你救我 妈 我带你跟他回去 走 你看这儿伤动的 李 沈奶奶说 去我当年出生的卫生院 说不定可以找到 我亲生母亲的档案 好 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明天就去 姐 这段时间 饭店的生意 可就交给你了 没事 你们放进去吧 小雪的身世 继续流 嗯 走 爸 不好了 唐雪的身世 可能要暴露了 你说什么 李一问我 唐雪的身世 他肯定是查到什么了 看来这小子 还有点东西啊 不能让他再查下去了 万一查到我头上 咱们全家都得万代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要是 唐雪要是找到了他妈 那就会知道 当年你害死他 亲生父亲的事 不够 你现在就去放把火 把卫生院的档案室给烧了 这样只要我们不说了 谁都没有当年的证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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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疼嘞 这下被我抓到把柄了吧 这也太巧了 昨天咱们才打算查答案 今天卫生院就着火了 这会儿明显就冲我们来了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那现在怎么办 不一能证明我身世的答案也没了 我再想想办法 李一堂雪 杨文娟 你来干什么 我知道是谁放的火 昨天晚上 我跟踪唐磊 本来想让他对我肚子里的孩子负责 谁知道 他竟直接去卫生院放火 果然是唐家 他现在就在梁容寨 不要放过他 唐磊 站住 干什么 往哪儿跑 纵火饭 什么纵火饭 我不知道你出的什么 小磊 你告诉我 我的绅士到底是什么 什么绅士 你是我姐啊 你是我亲姐啊 你要是不说 我就把卫生院 失火的真相告诉王队长 杨文娟可是亲眼看见你纵火 又是你这个贱人 好 我说还不行吗 这唐雪儿 不是我们唐家人 她亲生母亲叫叶玲婉 现在在住建厂工作 住建厂 我在这住建厂门口摆天这么久 也从来没有见过 跟小雪长相相似的人 那是因为她 因为她毁容了 毁容 小蕾你告诉我 我妈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真的只知道这些了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小雪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到住建厂找到阿姨才行 喂 你们就这么把我扔下了 杨文娟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是亲眼看见你 放火烧大人似的 你要是敢动手 我一会儿就去报警 你真当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人呢 上次我把你打得那么惨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必须负责 我负责 我负你大爷的责 也不知道是谁的野种 也配跟我要钱 一个畜生 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亲骨肉 亲骨肉 我让你亲骨肉 亲大爷 亲生骨肉 赶紧给老子滚啊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不要想那么多 放心 人马上就到 李一同志 你怎么突然要见这个叫 叶玲婉的职工 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我妻子 失散多年的母亲 原来如此 这个职工在我们厂 看仓库已经有 十几年了 的确没怎么见过他的家人 厂长 你找我 妈 你是我妈 对不对 姑娘 你认错人了 我没有 你就是我妈 每次我和李一 摆摊的时候 都有个人 远远地看着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 那个人就是你 妈 妈配不上做你妈 妈对不起你 妈 你知道我和外婆 相认的时候 知道我不是唐家人 还有个妈妈的时候 我有多激动吗 我一直以为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直到那天下乡 看到你插队 我才怀疑我的孩子 没有死 可是妈 妈不敢跟你相认呢 阿姨你好 我是小雪的丈夫 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雪为什么会变成唐家的人 对啊 我爸到底是谁啊 你爸 他 他已经走了 你的父亲 死在一场火灾中 放火的人 就是唐济中 什么 阿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十年前 我不瞒你外婆 给我订下的婚约 跟小雪的爸爸私奔 分眠那天 医生告诉我 我的孩子早产没了 后来我才知道 是唐济中 换了我的孩子 分眠那天 唐济中的妻子 跟我在同一所卫生院 原来如此 那这些事 您当年不知道吗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赶去的时候 唐济中 居然拿了孩子的死亡证明 说他换完孩子以后 没过几天 孩子就走了 撒谎 那会儿他就时常带我去乡下 我把自己的随身玉佩 给了唐济中 我就离开了 谁知道 唐济中 他一把火 烧了我家 你的夫妻 就死在那场大火中 我侥幸活了下来 可是 却变成了 这副我一样 唐济中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养母就是富家千金 那个唐济中 一定是为了他的事业 才做出这种事来的 都怪妈 怪妈当初没有找到你 但我们小雪 吃了这么多的苦 没事妈 不怪你 这个唐济中 放心吧 阿姨 小雪 我一定会告诉网队长 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了阿姨 我和 小雪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 愿意 我看着啊 你从一个小摊子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我知道 你的小雪是真心的 到时候 外婆也会来 我这十几年来 就为守着你外婆 这时候 也该见见她了 没想到 这十年来最思念的人 一直守在她身边十几年 李同志 你们春的冯之书说 你的新房已经建好了 让你回去看看 好 妈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跟小姨去吧 我呀 去见见你外婆 走吧 你妈也找到了 多么结婚后 就把阿姨接过来住吧 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呀 当然不会 你想想 你跟你妈 这么多年没见了 把她接来 正好让她弥补这么多年 却是对你的爱 行 你说了算 二位留步 光头 怎么 上次在我凉皮摊闹市 刚被王队找教训 这么快就忘了 别误会 我今天还不是来找你 我找唐之星 找我 唐磊是你弟弟吧 我找了他好几天了 梁又湛和他家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 你找唐磊做什么 唐磊这小子 把我老婆穿流产 我当然来找他去赔偿 哼 我们压根就跟这事没关系啊 等等 你找了谁啊 杨文娟 什么 杨文娟怎么可能嫁给你啊 笑话 现在谁不知道 他未婚先孕还被人抛弃 除了我 谁还会娶他 说吧 你到底想干嘛 要么你们把汤磊交出来 要么你们替他赔钱 多少钱啊 一万 什么 一万 李懿 这是唐磊闯出来的事 咱们不管 不给钱我就报警 他这就是故意杀人 行 报警去呗 你报我 不过我可提前告诉你 这事跟我们没关系 你也别指望 我帮他擦屁股 其实吧 少一点也行 也没必要非得闹到报警 对吧 再说一遍 和我们没关系 小雪 走 这他吗 老子以为取了那个烂货 就能趁机捞一把 结果全是一毛不把 小雪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进去看看 嗯 风叔 好 挺好啊 爷爷 看来你这新房 已经装修好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和小雪搬进来住了吧 多亏了乡亲们的帮忙啊 对了 风叔 之前答应有乡亲们收蘑菇的事 依然做数 好 另外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之前出资建了养殖场 已经建下来了 另外 小牛犊和小羊羔都买回来了 那就让这之前说的办 好 你 叔叔里还有点事 马上去寻回 好 风叔 我送你 李毅兄弟 王队长 着急把我叫回来干什么 王队长 我要举报 有人杀人放火 还有鬼闭儿童 汉武腐败 好 你说的我都记下了 之后我会派人去调查的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和小雪要结婚了 真的 王队长 有空你一定要来 那可太好了 我保证 我一定的 今天是李毅先生 和唐玄女士的结婚典礼 这二人可以说是 经历了百般挫折才走到一起啊 有请新郎新娘 李毅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唐玄女士为妻 不管是顺境或者逆境 健康或者疾病 快乐或者忧愁 都一直深爱着她 直到白头偕老 我愿意 唐玄女士 你是否愿意嫁给李毅为妻 我愿意 石董 接下来 咱们就按照这里的流程走 剩下就懂乡亲们到吧 小雪 你准备好了吗 嗯 你们还我万孙 你们这帮心肠歹毒的妇人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呢 今天是小易和唐雪结婚的重要日子 你别胡闹 我胡闹 你为了这几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你连你妹妹的命都不管了 你说什么呢 妈 你妹妹都要被这个女人的弟弟打死了 你还在维护她们 杨文娟流程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她和唐雪无关 还请你离开 不是等等 文娟什么时候流程的 傻儿子 你被这一家人当枪使了 他们瞒着你 叫那个什么唐蕾的 把你妹妹都打流程了 你们还我万孙 不行 我们得去看看圈子 文广 我是她嫂子 我跟你一起去 阿玛佩 话说的那么好听 你们倒是赔钱啊 说到底 不就是人要钱的吗 对 赔钱 不赔钱 我让文广砸了你们的婚礼 好 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 你把流产的杨文娟 嫁给光头这件事 姐不知道吗 你 你胡说什么 我 没有 什么 妈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你 你先让让啥 有你这样跟长官说话的吗 我嫁她咋了 她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哪个会娶她 我这都是为了她好 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 你 你 梁文广 你跑啥 你妹妹跳河了 冯书记 你 你说什么 你妹妹刚才村你妈不在家 她跳河自杀了 现在村里人正在救人呢 你说啥 文娟 妈 姐夫 我爸阿姨送到医院 我和小姐去找杨文娟 好 小姐 不好意思啊 这 好好的婚礼呢 居然可以闹成这样 没关系 这又不怪你 就有人要紧嘛 我们先回去换衣服吧 小两口结婚回来了 公图 你在这干什么 这小子一顿好找 可算找到了 却没有钱赔我 你们看怎么解决 他自己犯的错 当然他自己解决 别什么事都来找我 好 好嘞 这可是你姐自己说的 别怪哥们心狠手辣 一根植头一千块 几万块的赔偿 这就来 等等 就知道你小子心善 说吧 准备赔我多少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赔偿了 你他妈的耍老子 我的意思是 要砍 到外面砍 别脏了我新盖的房子 李大爷 你有没有人性 我手指头都要被砍了 你他妈没有人性啊你 杀人偿命 你把杨文娟 穿流产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人性啊 我又不知道 他那么容易就流产了 姐 姐 你得救救我 你别叫我姐 我不是你姐 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 不不不 姐 我知道你恨的是爸 我把他贪污受贿的证据 都给你们 你们帮帮我 好不好 停停 这就是你亲姐夫说的话 走吧 别脏了人家冤 慢着 什么证据 你说了我帮你 证据都在梁游战 他贪污的证据都在梁游战 你区卷能找他 区卷能找他 好 我知道了 混头 愣着干嘛 动手啊 李 李 你能不能出声 你能不能出声 我不去 真浪费时间 走 等等 李 咱们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放心吧 这算的时间 差不多 什么时间 救命啊 救命 李兄弟 结婚还有人喊救命 这什么节目 结婚还有人喊救命 是表演什么节目啊 干啥 王队长 王队长 这光头要砍我手指头 光头 怎么哪都有你 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 你还真是驾轻救赎啊 王队 这回是这小的欠我钱不还 欠你钱 欠你钱 你也不能砍人手指头啊 王队长 光头说的欠钱 是指唐磊把杨文娟踹流产的赔偿 好家伙 你们两个都不是擅长 你们两个 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都赶紧散了 李一 这婚礼怎么还没开始啊 说来话长 一天难尽 可能 顶押后了 贺礼先给你 我就先把他们带回队里 谢谢王队长 你们 跟我回队里 谢谢王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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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 又是你搞的鬼 王队长 刚才唐磊说 他父亲唐记忠 贪污受贿的证据 就在雷游站 记得去找 好 走 李一 你是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就等王队长来了 我媳妇真聪明 不过 以后不能叫我李一 该叫我老公 老公 走吧 去休息休息 听说许红出不来了 这许老弟也进去了 是啊 老唐 你跟我们家老许关系一向要好 你可一定要帮他呀 就算你不帮他 你也得帮帮我儿子呀 我儿子在里面一定吃了不少苦啊 弟妹 这个忙 我一定帮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 你家那个地皮流氓 还有那个唐雪 实话告诉你吧 唐雪不是我女儿 什么 她现在就快要生了 这是他们给打的如意金锁 你如果想救你的儿子 你知道该怎么做 好 我知道了 唐雪 唐雪 既然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就别怪我 冷血无情 唐继忠 现在怀疑你与一起杀人案有关 请你和我们回去 协助调查 姐 文广 你别太伤心了 娟子已经走了 婆婆病重 还需要人照顾 我知道 我不难过 汪头和唐磊都已经得了 我妹她全下有知 一定会开心的 小雪 你也真是的 都快生了 非要跟我们一起来干嘛 养殖场的养奶喝得我直反胃 在家太闷了 出来走走 你呀 小叶 你也不知道管管 小雪可是我的闺蜜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放心吧姐 有我在 不会让她出事的 对了老公 你之前送去做的那个如意金锁 怎么还没寄过来 我已经让石头去拿了 晚上就可以拿到的 我好险好生了 快快快 送医院 快 媳妇 你醒了 孩子呢 放心吧 孩子在育婴室呢 我接手着呢 嗯 那就好 你先休一休息啊 一哥 那个打尽的说 有个就唐磊中的 早就取走了如意金锁 唐磊中 他不是早就被抓进去了吗 难道 是他被抓前取走的 我问了吗 队长 唐磊中在被抓之前 如意金锁给了许孟的妈妈 唐磊中 到底想干什么 不好了 不好了 孩子丢了 什么 你先别急 我让全村人都去找了 一定能找到的 到底是谁 是谁偷了我和小姐的孩子 找到了 是许红妈妈偷走的孩子 现在正在养殖场呢 感动一哥的孩子 我绝不放过他 走 徐女士 你已经被包围了 立刻交出手中的孩子 别再过来了 再过来 我就把孩子扔下水 别 想怎么样 你说 想要孩子 让给你自己出来 我就在这里 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 扔什么你的孩子就金锐 我的孩子就得待在监狱里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告诉我 我都打一饼 这可是你说的 跪下 我要让你 给我的儿子和丈夫下跪 这位同志 你现在是在犯罪 不能一错再错了 是啊 只好跟他定那是最有应得 你让一个跪也没用啊 李懿不要跪 我们支持你 无下跪 我就摔死这个孩子 不要 跪 跪 我跪了 把我的孩子给我 我把你的孩子还给你 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呀 许红者是进去了 但他还好好的活着 你把孩子给我 我求你了 求我 好啊 想要孩子可以 我要见我儿子 掀起来 不掀起来 出现的关键的怎么见你啊 我不管 我见不到我儿子 你也没想再见到你儿子 行 我答应你 王队长 这事你能帮我吗 我把劲力 谢谢 我只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之后我见不到我儿子 你也别再想见到你儿子 徐阿姨 你能不能把孩子还给我 你也得跪下 我儿子进去 也有你的原因 徐阿姨 你也是一个母亲 对于一个母亲 你说孩子有多重要 算我求你 你把孩子给我行不行 你做梦 你 你放开我 我要杀了你们 来人 给我抓回去 我的儿子还我儿子 徐阿姨 特别能理解 你做父母的心情 犯罪就是犯罪 他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徐阿姨 眼泪是没用的 只要徐红自己忏悔愿意改过 他迟早能出来 你们母子也应该去 哎呀 开头 小雪 对不起 都怪我没看好孩子 让孩子遭了这么一场罪 姐 许红她妈为了许红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偷我和小雪的孩子 梅姐 这事不怪你 我先是你的闺蜜 然后才是李懿的妻子 如果当初不是你 我也不会认识李懿 也不会和她生下这么可爱的孩子呀 那梅子 你是小依的姐姐 小雪的闺蜜 可不能让她们开笑话呀 臭小子 连姐姐的闺蜜都不放过 梅姐 在啥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 您还有没有多余的闺蜜 能不能介绍一个给我啊 我跟你说 你看那个 aurin 咔吧 巴 our 不要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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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